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开市感浪的环节 先和大家跟障一下中港股市最新的形势 上证指数现在升幅超过1%,升了41点 报3703点 深证城市升了超过1%,升了174点 现在报12596点 互芯300指数升幅超过1%,至于创业板指数升超过1% 港股都跟随内地股市做好 现在升73点,做24449点 至于国企指数升62点,做11152点 相关的新闻方面说有资金在外围等入市 这次嘉宾,我们继续请来Wafi和我们讲内地股市走势 Wafi,你好 Wafi,看到内地报道说有些公务基金 有超过1万亿资金正代入市 看到他们发现近300只基金 几乎处于空仓的状态 资金管理总规模超过1万亿人民币 其中包括正金公司的2000亿人民币 借到公务基金的5只巨无霸产品 如果他们随时进入市 是否可以托弃整个市况呢 当然了,你说今天的内地方面 有些消息就这样说 好像刚才Tracy说到 内地很多公务基金都没有什么仓 但大家都知道他们管理的规模是过万亿的 如果以他们进市 你这样推算 没错,你可能从资金面上看 也有过万亿资金流入市内 没错,如果真的进去 其实市场是有动力上去的 但是这样说 这一刻 其实这些是推算或者预估 但你说入不入 或者什么形式 或者怎样入 其实都真的不知道 因为这样说 这些基金一向都是空仓 为什么这一刻才是有这些消息 说出来呢 金融影币内地方面缺乏一些明影动力 令到很多的 无论是否沽没 或者是报章报道也好 都特地找这些消息 在报道上刺激大家的信心 因为我觉得这样报道 其实你刚才说得好一点 就好像有很多资金可以流入市内 但是差一点就可以 真是没意思的 即是你说他们是空仓 是有钱在这 又等于什么呢 他们不一定要买这股 或者不一定要入 所以你说的意义 或者帮助性有没有 我自己都暂时觉得是 审慎少少 甚至最终这样说 我觉得这一刻反而市 真的有少少叫做 还了所谓国家队的依赖症 即是你见到其实 可能之前有暴力救市 有国家队入市 市是升的 到他们停了之后 市就倒下 到这一刻 又传这些公务基金 有钱是等着入 或者是未入 都是一些比较乐观的因素 市今天又升上去 这变相都挺依赖这个消息 所以变相我觉得 如果这样依赖的时候 而不是大家所谓的省户 肯入市 肯推高市的时候 其实暂时我们的市 也不算太稳定 而且回到成交 也是最主要看回这件事 因为明显地 近期大家的信心都挺失的 你特别看到不只是港股 即是我们的市 可能在户心两边 昨天合起来 其实成交都很低 即是七千亿 鬆一点点 这麽低的成交 其实可意味着 大家肯入市要不高 所以这一刻 有这些公务基金消息 传出来也好 但是是否可以刺激 大家入市要呢 我觉得还要去看 除非你真的 憑着这些消息 可能未来这一两天 或者下个星期回来 成交突然大上一万亿流上 我觉得可能真的有关事 但如果未来的成交 仍然是七千亿 八千亿左右 其实都是这麽厉害 的话 其实仍然意味着市场 不是太有动力 所以我觉得暂时还是要观望 而且回来我们的市场 这一刻都是三千差 三千六不断上上落落 都没有太大突破 所以在指数位来说 亦都一样了 没太多的惊喜的时候 那仍然有这些消息 是好像偏向离好 也好 但是暂时到我们的市看法 我自己都比较审神少少为主 Rafia 另外 也有些内地的媒体 说其实外资现在 是逐步建立一个好仓 就好像你所说 内地媒体 都一定要唱好股市 不过都见到昨天 日本的资金是第一次 通过护港通的一个渠道 进入A股市场 还有都见到上星期一 上证指数暴跌8%的时候 港交所网站都披露数据显示 香港最大的RQF A股 ETF南方A50基金 当日都获得1.86亿基金单位的增持 正流入资金是超过20亿人民币 会不会都见到 其实外资方面都认为 现在内地股市是一个低位 可以适合长远去投资呢 当然你说内地股市 其实点数上看 其实真的近期低位 但是从股值上看 其实就不算太便宜了 所以你说 真的是不是很吸引大家去买呢 我觉得真的很难去说 而且以来这些基金入不入 或者这些海外资金入不入 好看就是大家怎么看来的A股去向 一来大家都知道 之前来说 A股越来走一个开放的市场 越来越成熟 变成可以吸引到外资 或者有利下年进入MSCI等等 但是你说去到这一刻 随着这个月份出了暴力救市这一招之后 大家都预计了 其实A股又再走以前旧路 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市场 都是靠中央干预为主 所以大家这一刻 对进入一些外面指数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没有以前那么乐观 所以说以外资角度来说 究竟还是不是以前那么吸引人 可以那么买呢 我觉得又没有以前那么乐观 但当然以他们角度来说 又不会完全是没有一些仓位在A股里面 所以说以A股近期落到低位的时候 可能尽量买一些 就是少少仓持有着 其实是正常的 以各别基金的做法 因为每一边都可能持有少少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些的举动 其实就不等于是叫做帮手 托方市上去 或者看得好市 甚至乎以资金的压度上说 对回整个这股 无论规模 或者是每日成交上看 其实都不算太多 所以说我自己都觉得 还要过观望为主 好一点 另外也看到有消息 都是新浪财经 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国企改革1加N 就不会迟过今年10月召开的18届五中全会出台 这一轮的国企改革 将会以央企功能界定分类改革 为基本的前提 随之展开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到前段随着A股都比较反复之下 大家就停下了 没什么问题 那一刻大家都觉得 你说中央要着手去救A股 要搞A股的时候 都没有空搞国企改革 那一刻大家预了 是可能放慢一点的部分 变上少人提了 但是到这一刻 的确你见到 就是 钱就入了A股 托托了 虽然效果好像一般 但是要搞都搞了的时候 现在慢慢有多些人提回 改革这个情况 所以变上是否一些新的东西 我觉得又不是 甚至乎 这刻没错 虽然说到十月份方面 十八届五中全会 都会宣布国企改革的一个方案出来 但是你说 预了走是这样走的 所以我觉得 其实你说 现在有没有太大惊喜 我觉得暂时也不算有 除非到时宣布这些方案的时候 那些细节 可能和之前传出来有些不同 或者更多的一些好的情况 如果是的话 我觉得才对A股 或者整个市的气氛 会有些推动 否则 其实暂时 我自己觉得 这些东西也不算太有炒作性 明白的 说回国企指数方面 就见到一个移动股 主要就是长盛汽车下跌 公布了上个月的销量 按年减少了1.72% 差过市场预期 所以见到今早股价是售额 曾经跌超过半成 创了两年半的低位23.75% 都想看回 其实大行之前 就已经预计到 它的H6的销程是一样的 大行都看得很准 你觉得长期是见了底下 没有去到这些位置 其实很难说的 一来就销售表现真的差 你看到刚刚出的数据还是差 当然就归咎于之前的 大家曾经憧憬着 它个别的车重买得好 但结果就很明显有落差的因素所致 领导股价都长期跌下来 由之前四月份高位60元 到这刻20多元这边位 当然你说见底味 从股价上去看 其实便宜 之前一向说起车股 最贵就是它 因为它以前是高增长 但你说这刻 跌下来后 其实股价真的便宜 现价P7倍多 预测P5倍都不到 反正以来就好像挺吸引 但你说有没有得炒呢 我觉得暂时都先看看 因为其实你说股价这些东西 只不过对股价再大跌的空间不多 就是去做一个推断 但你说股价有没有升 就不是看股价 我觉得反而看机器的半面 但刚才说到 以上销售表现还是一样的时候 我预计暂时股价上去 都可能叫做反复一点 明白的 多谢Wafi你的分析 都和你做个申报 好 刚才说过股份或指数相关的资产 请问你有没有持有 也没有 谢谢 有时一会儿回来 会有即市攻略的环节 不要走开了 待会再和大家见面